高鐵的狀況 市長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在關心旅客的影響怎麼樣 當然旅客產生不方便是在所難免 到台中要轉車 一個做法是轉台鐵 剛才已經講了說 不用買車票 直接就用高鐵的車票可以上車 台鐵也已經鎖開一番車 從烏日 就是站起開 但是 台鐵原來這幾天 就有很多加班車 老實說剩餘的 控留在手上的列車 也不多 所以有加開一些列車 但是會委屈旅客 大概有些人要用站位 自由坐這種的 所以從自強號到區間車 所有能夠用上的這種 包括剛剛到台灣新的 兩列可用馬 有一列也已經調過不用了 台鐵現在已經把所有 加班車 還沒用上的 大概剩下的那幾列車 已經全部都用上了 從行屋開到南部 剛才市長也講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出過台鐵 從台中有免費接駁車 那邊有國道客運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根本不要坐高鐵下台中 在台北就轉搭國道客運 那我剛剛已經提醒 消防部 國道客運 原來是每隔 例如說十分出五分鐘一半 現在是客滿就開 客滿就開 就沒有班次了 等於說有無限的加班次 只要有乘客 坐滿一班就開 坐滿一班就開 所以如果不想在台中 再轉搭國道客運 其實在台北就可以先轉搭國道客運 這個天災發生的這個時間 實在是非常難預料 而且在這個時間 我們台鐵高鐵的這個能量 其實原來就已經撐到快滿了 現在把額外能量在馬車 老實說是有限的 所以旅客要能夠體諒 會有些站票 會有些站票 但是台鐵剛才跟我講了說 在車站運會協調 老幼富爐有空位的優先給他們做 這是一點 另外呢高工局我們也問過 高工局現在今天 還好因為今天長年夜 明天是不細 就是有拉開兩天的關係 所以今天難駕了這個車況 不塞車 包括我自己 我現在跟你們講話以後 我馬上自己也是 坐我的公務車 下烏日車站去看狀況 好嗎 好到這邊 謝謝